繼續回來第五場賽事 四番千義的短途 一四、十二 狀態都好 配備變動沙馬 徐秘窟 初札利初用環形看不鐵 九馬玉樹樓不封 重大眼袖 先看飛騰追 最後試跑也跳了 二套札利 其實剛才這樣走 早上走得順順 臨場不要走來動去 希望再穩定一點 這隻輕途繽紛 其實他一向是一隻有少少性急的馬 交叉秘窟就長期帶著 你看那些腳法上次都指出 他應該不是短途馬 所以上至一千他跟也跟不到 我都不知道他什麼途馬 他只是很用力 我覺得他早上很用力 登膽王子 有跳的 就是缺角下課 但是你看人家的操練功夫 很明顯要遷就 一個星期一課 一段晚 這隻疑心星可以交到表現沒有 經常都覺得他的狀態挺吸引 今年其實大半季過了去 他都是有點不似預期 失望了 真是希望這次可以 明進覆升 上次又掉了甲 即是那幾隻自勝者強 羅庫泉這個冠軍 都真是有陪伴 現在是這個檔 就是這隻馬 是 就是這些質身馬的較量 最後 但哪隻進度好些 遊戲人間 這隻反而仍然有些徘徊 經常有些自亂感 有些緊張 好 奮鬥紅菜 所以你要是說他健康 這樣都沒得好說 如果你因為喜歡他 看到他那麼厲害 這樣一走 又撿這些當作搶 上次搶不到 變化地 一搶不到就沒有了 然後就萬事有了 這些今年都很厲害 即是贏了兩場一千米 上來1200 但是他回到尾那幾步就差點了 不過這隻馬真的要讚榮天鵬 即是可以走出傷患 贏得到 好 巴巴閉在旁邊 外面玉柱林峰 其實徐宇術都有些靠新馬 舊的都有 有苗頭 但他們五班 即是你看他這期報名 和下期報名馬 真是很難搞 各取所需 就是埋便那隻 都是偉達跳的 鼻枯他長期都帶著 這些馬其實是四平八穩 他在這些四班 他都夠搶一下背腳 好 仍然贏 跑過多少場 這些馬金貴 現在才開始慢慢跑跑跑有夠 感覺上他不是上風馬 不過你跡身這些水準不高 拍跳、單跳又不是差 他已經有機會 是 這些福滿寶又何嘗不是 如果他抽個中內檔 都已經隨時有機會跑近 按照跳 姿態上算是輕鬆 好 看看一隻好馬力 外面就是合火芙蓉 合火芙蓉的雜商 我都不敢判斷會是怎樣的 現在都隨隨跟跑 在外面 好 你看一隻好馬力 黑衣服那一匹 他一直跟著前面的位置 他拉下去的步 這隻馬很闊 然後拍一下草地 其實來得不錯 外地試過一個集 作為日後的跟進 再看看他今早落草地拍跳 今早你就見他沒有特別開了步 讓他走得快一點 順著跟著那隻必跑 兩隻馬有點汗濕 但這隻好馬力都要留意著 希斯的馬來的 三隻頭關 四班繼續跑1200米 剛才都見到狀態指數表 這一組都頗參差 很多馬的狀態水準都不足夠 譬如興圖繽紛 燈彈王子 游戲人間 甚至玉樹林峰 我都覺得狀態較為普通 配腳就留意後面那幾隻 十、十一、十二 都是一些冷腳 因為這幾隻馬都有近況 還有狀態水平也維持得不錯 這三隻都可以想想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其實你四號的疑心星 今年一再失望 我自己季初、季中都跟過 一、兩鋪都不太行 另外你要留意奮鬥紅彩 因為這些馬 其實它原先不是配潘頓 它原先是後備一 結果那隻天外驚天希斯的馬 氣拳沒有跑 它才頂了出來騎這隻馬 所以原先潘頓 心目中不是選這隻馬 是否運氣說來就來 無論如何 我很同意 在神操裡面其實我不喜歡這些馬 因為好看你自己一向喜歡什麼馬 根本我都不喜歡這些那麼重厚 只有厚的馬 好看表面 你只能看到它拉著很厲害 但是我喜歡一些放鬆的馬 其實我這麼久以來都是 你看看一隻一號馬 飛騰追 其實大家都這麼年輕 四歲 當然每一隻馬 它的本體會不同些 它的情緒、僵口、腳法 這些是慢慢教出來 而它適應到下來 那你奮鬥紅彩 只有一把口 不斷走走走 可能是的 有機會你可能會放在前面 一放到底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的神操角度 我跟一匡 我想都有相同的看法 喜歡一號這些放鬆多些 另外就四 宜心星 其實宜心星都幾失望 不過反過來說 如果可以的話 不用轉來轉去的配備 我都說它整天 最後一百萬 你看看那隻美麗新星 蔡寅韓那隻 它都是這樣 這隻馬有這麼長身 排外檔 中外檔其實是好些 當然三檔 我都不敢肯定 它究竟撲不撲在前些 如果撲在前些的話 它都很有機會 因為它比較 這麼大隻 大家扣爛的時候 那些仍然贏 什麼福滿寶 那些未必夠它爛的 這場馬真的很看 當時的形勢 我希望一號馬 可以再跑得好些 因為看到那隻馬進步放鬆